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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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比皇帝还要皇帝 甚至很多人都认为曹操已经是有识无名的皇帝 然而在此过程中 在一个关键的时刻 曹操却遭到了巡域的反对 巡域是曹操集团最重要的图示 也是曹操最为信任的人 在曹操多年的征战中 巡域被曹操出谋划策尽心尽力 然而却在曹操要封卫功建卫国的时候 发出了反对的声音 这是为什么 巡域为什么要反对 为什么会反对 为什么巡域的反对如此的重要 我们必须先来看一看 巡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巡域是一个有智慧的人 曹操得到巡域的时候 说了这样一句话 说五只子房也 曹操是把巡域看作自己的张良的 在曹操南征北战的过程中 每到关键时刻都是巡域 帮助曹操出谋划策 克敌制胜 一直到建安十三年 曹操南征留表 曹操使用的还是巡域的战略部署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呢 巡域有理想 当年曹操 为是否迎奉天子到许县而犹豫的时候 是巡域提出了著名的三大纲领 这个我们在深谋远律这一集已经讲过 也就是说巡域是一个有正义感的 有政治理想的人 第三点 巡域有远见 关渡之战之前 曹操为自己能不能战胜袁绍而苦劳 是巡域提出了曹操的四大优点和袁绍的四大弱点 第四点 巡域有担当 新平元年 曹操刚刚得到演奏 代理了演奏幕 清朝而出 率领全部的军队 去征讨陶谦 这个时候呢 曹操的两个老朋友 一个叫张淼 一个叫成功的 突然反叛曹操 联合吕布来打曹操 这吕布的军队开过来以后啊 整个演奏 这一周基本上都反了 都背叛了曹操 只剩下三座城池 而这个时候 刘守曹操大本营根据地的 就是巡域和陈域 他们守在卷城 巡域马上意识到 这三座城池如果守不住 曹操如果在争徐州的时候 又失败了 那么曹操就变成了商家之权 老挝都被人操了 于是巡域和陈域商量 请陈域出去 安定的另外两座城池 自己和夏侯敦守在卷城 这个时候呢 来了一个叫郭贡的 把率领大军来打卷城 提出一个要求 要巡域出来跟他见一面 那巡域马上说 我去见他 而夏侯敦说你去不得 你是一周之正守 你去了以后 有个三长两短怎么办呢 巡域说没有关系的 为什么因为郭贡和张淼 平时没有来往 和吕布也没有什么关系 他突然 带着军队过来 说明他还没拿定主意 他是来探探虚实的 如果我们这儿虚 他趁机捞一把 如果我们这儿死 他可能就回去了 那是我还是去见他 于是巡域一个人 出城去见郭贡 神色自若 郭贡一看 知道眷城拿不下 撤军 所以是巡域和陈域 在曹操刚刚 这个 可以说刚刚 有一点成功的时候 帮曹操守住了 他的根据地 那么巡域是这样的一个人 有智慧 有理想 有远见 有担当 所以曹操对他信任有加 何况巡域这个人的出生东汉 名门之后 道德品质又好 这个人员也好 名气也大 那么有了这么多的条件 跟跟曹操 又是这么铁的一个关系 因此董昭在要提出 让曹操进封卫公 建立卫国 这样一个建议的时候 他首先想到的人 就是巡域 建安十七年 董赵一般人 为了拥立之功 向汉县地提议 封曹操为卫公 加九席 如果曹操封了卫公 就表明 他可以拥有一套 自己的房子 建立自己的国家和政府 在大汉王朝中 建立一个国中之地 这在当时 是冒天下之大不为的事情 而董赵的这个提议 出来后 身为曹操重要盟事的 对此是如何反应的呢 董赵去向巡域 征求意见 实际上他的意思 也不是征求意见 是什么呢 是希望 巡域挑头来做这件事 由巡域领衔 给皇帝上表彰 这是他们希望的事情 但是结果怎么样呢 结果巡域反对 巡域是怎么反对的呢 巡域对董赵说 曹公心意兵除暴乱 平天下 为的是什么 为的是 匡富汉士 维护国家 我们曹公 秉持的是忠贞 坚守的是退让 他是一个忠诚 这是我们曹公 高尚的道德品质 君子爱人以德 一个君子 真正爱一个人 不是说 给他增加这个官显 增加名誉地位 而应该是帮助他 完成自己的道德理想 让他保证他 做一个有道德的高尚的人 这才是君子 应该做的事情啊 既然我们曹公 是如此的高尚 你们为什么 他意思啊 没有明说了 意思你们为什么 要拉他下水呢 所以巡域说了四个字 不宜如此 不好吧 那么这一段话 巡域是对谁说的 表面上是对董昭说的 说你们这样做不好 但是实际上 以巡域之聪明 不会不知道 封卫公建卫国 那就是曹操的主意 是曹操自己想做的 只不过曹操本人 不便出来说 但是巡域还要这样说 什么意思呢 他就是反对这个事 但是他不能直接地 对曹操说你不应该这样做 因为曹操本人 他没有说我要这样 他只能装着曹操 不知道这个事情 装着好像这些 都是董昭这些人 在那拍马屁 也希望曹操呢 就此借颇下驴 阻止董昭他们的行动 但是我们很清楚 封卫公建卫国 就是曹操想要的 所以董昭把这个话 转达给曹操以后呢 曹操非常的生气 三国志的记载是 心不能平 啊 离书很生气 后果很严重 严重到什么程度呢 就是正好这个时候 曹操要征孙权 于是曹操就上表朝廷 让上书令巡域到桥县挠军 等到巡域来到军中的时候 曹操趁机把他扣留起来 说他请你来帮我做参谋 不要回去了 实际上就是解除了他 上书令的职务 然后巡域走到寿春的时候 一病不起 又过了没多久 神秘的去世 享年五十岁 曹操一门心思 要封卫功 建卫国 神域者认为 曹操本是大汉的臣子 现在的位置 已经是登峰造起 不应该再得寸进尺 曹操直到后 心情很不爽 找个理由将他贬值 于是这个为曹操事业 竭尽全力 又为曹操所倚重的智能 居然在他迈入知天命的那一名 迷义般的死 巡域的死为后世 留下一个历史之名 巡域是怎么死的 他的死和曹操有什么关系吗 我们广告之后再见 易中天先生刚才讲到 在对待曹操封卫功的问题上 巡域采取了反对的态度 这让曹操很不舒服 找了一个借口把巡域贬值 这位曾跟随曹操转战南北的 一等一的模式 最终却神秘地死去 巡域的死 不仅是曹操集团的损失 也留下一个历史之谜 他是怎么死的 他的死和曹操有关系吗 巡域的死 历史上有多种说法 巡域的本传呢 三个字 以忧轰 轰就是这个 就是去世了 也就是忧郁而死 忧郁而死 郁闷而死 这是正史上的说法 那么三国志 巡域传 裴松之柱 引魏式春秋的说法呢 说是曹操 送了一个石盒 就是装食品的盒子 给巡域 巡域打开一看了空的 忽独自杀 而且这个事情呢 当时就搞不清楚 那不要说我们现在 我们现在也是搞不清楚 第三种说法 当时就有人从寿村逃出去 去报告孙权 说巡域死了 孙权问巡域怎么死的 说是这个曹操要巡域谋杀 扶皇后 巡域不干 自杀了 那当时就出了第三种说法 那我们就来看看 这个巡域到底是 怎么死的 关于巡域之死 历史上有三种不同的说法 一种是忧郁而死 一种是孤独自杀 第三种 是有一个从寿村逃出去的人 告诉孙权 说曹操要巡域杀害扶皇后 巡域不肯而自杀 在这三种说法中 最受争议和最受质疑的 就是第三种说法 以巡域的性格和为人 他怎么会卷入到 杀害皇后的事情中呢 对此 一中天先生又是怎么看的呢 首先一条 这个寿村逃出去的这个人 说这个曹操要巡域谋杀 扶皇后 巡域不肯自杀 这肯定是谣言 为了说清楚他是谣言 我们把这个故事稍微讲一下 这故事大概是怎么回事呢 说是建安五年 发生了董城一代赵事件 这个大家可能还记得 就是车记将军董城 受汉县帝的一代血赵 要谋杀 这个曹操被曹操发现 把他们董城杀了 那么这个事情以后说 扶皇后呢 就写了一封信 给他的父亲叫做扶婉 他说皇帝呢 非常的气愤 曹操怎么可以这样 说了曹操很多的坏话 那么这封信扶婉 拿到手上以后呢 就给巡域看了 巡域看了以后很反感 没有坑气 后来这封信被扶完的小舅子 拿到密封了以后交给曹操 这小舅子也靠不住啊 看到 交给曹操 巡域得到了消息 就从许多赶到夜城去见曹操 然后跟曹操说提出个建议 什么建议呢 让曹操把女儿嫁给皇帝 做皇后 曹操说这个事情不可能吧 皇帝有皇后啊 再说我们曹家这女儿 怎么配得放呢 那巡域说这个 现在和皇后不灵的 这个皇后又没有生过儿子 性格又不好 他曾经写封信给他父亲辱骂丞相 话说得非常难听 我们可以趁机把他废了 曹操说是这样的吗 是啊 他是不是写了封信呢 你知道这封信吗 知道 那你怎么不早说啊 你说过了 老早说过的 曹操说老早说过吗 这么大的事我能记不住吗 他说 对对对对 想起来 想起来了 想起来 那个时候 民工不是在关渡和这个袁绍打仗吗 哎呀巡域害怕扰乱军心了 就没有报告嘛 那曹操说他关渡执怀案以后呢 你怎么不报告 一道战案件是建安五年 巡域去世是建安十七年 十二年的时间 你怎么讲得通呢 所以这个事情一看就是假的 这个故事 裴松之做著的时候就说 虽若庸人犹不自此 就是这个最蠢的人也不会做出这种蠢的事情 巡域怎么可能 那是不可能的这个那不可能的事情 那么福皇后这个案子是怎么回事呢 福皇后是在这个建安十九年 也就是巡域去世以后两年 被曹操杀掉的 说是这个他给他的父亲福婉写的这封信 东窗东窗事发了 然后的曹操派御史大夫吃吃律 和新任的上述令华欣 两个人到宫殿里去 拙拉福皇后 福皇后把这个宫门关起来 然后自己躲到那个墙壁 大概有这个夹墙啊 躲到夹墙里面 华欣带着人马一家冲进去 把门砸了 把墙壁也砸了 一把把福皇后从这个夹墙里面拖出来 皇后劈头散发光着脚丫子 从皇帝跟前走过 留着眼泪跟皇帝说 陛下就不能救救我吗 皇帝说我还不知道哪天死呢 然后皇帝对吃律说吃公 天下竟有这样的事情吗 然后吃律做的呢 什么话都不说 这个事情是曹满传记载的 曹满传是一部对曹操不友好的传记 然后呢 被后汉书当作史实记录下来 然后再被三国眼一大加渲染 以证明曹操如何如何的奸贼 是个汉贼 这样欺负皇后 那么这件事情 吕思勉先生说 一望而知是父慧之谈 一眼就可以看出是假的 根本就靠不住 而且吕思勉先生特别强调一点 不要以为写经的后汉书 就是可靠的 后汉书里面靠不住的事情 多了去 你以为后汉书四大 什么是之手之列就就就怎么着了 吕先生说 一个成大事的人呢 是不会计较别人的议论 要成就大事的人 都是把毁欲置之度外的 他要做大事情 他哪里有功夫去理会这些闲言碎语 叽叽喳喳 爱说说去 我行我素 不会因为是皇后说的 他就怎么定 而且 这个道理上是完全讲不通 是不是 皇后是什么 皇后是中公之主 母仪天下 哪里是随便就可以 说废就废 说啥就啥的 就算要废要杀 那也是皇帝的权利 不是丞相的权利 丞相有什么权利 废皇后 杀皇后 何况 皇后没有罪 皇后是转述皇帝的话 皇帝说了丞相的坏话 丞相来帮皇帝废皇后 这与理也不通嘛 当然有人说 这就正好证明曹操是个贼 汉县帝的窝囊都不得了 是是没错 曹操是大权独难 皇帝呢也确实是十分的窝囊 但是你要知道当时的情况 面子上还是要维护的 曹操这个时候 哪怕是假仁假义 他也得装模作样 不可以这样公开和皇帝撕破脸皮 所以吕先生认为这个事情 一定背后有真相 就是实际上是背后有一个 用他的话说 就有一个天大的阴谋 这个阴谋的皇帝皇后 可能都卷入了 就是冲着曹操来的 要怎么怎么样对付曹操 那么败入了以后呢 曹操的办法呢 就是拿皇后出计 把皇后整掉 随便胡乱 这个阴谋因为太大了 他不能公开 这个真相绝对不能公开 必须捂着 所以随便找了个岔子 说皇后写了这么一封信 我怀疑这封信 就皇后就没写 就曹操编的 捏造出来的 陷害皇后的 遮掩真相的 但是大家心知肚明 都不能说穿 所以皇帝也不能救皇后 就这么稀里糊涂的 不明不白的 把这个扶皇后杀了 为什么要捏造这封信呢 因为扶完已经死了 皇后的父亲已经死了 死无对证 又是一个弱女子 所以这样一个弱女子 就变成了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某些臭男人的替罪羊 大概真相应该是这个样子 所以这种事情呢 荀玉是不可能参合进去的 荀玉怎么会参合这种事情呢 因为荀玉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是个非常正派的人 他的正派和正职在朝廷当中是有名的 众所皆知的 所以这样的正派的人 他不可能参与到这种阴谋轨迹里面去 曹操也不会去找他 因为这种正派人搞阴谋轨迹 他不内行啊 对不对 而且搞这种阴谋轨迹 在曹操手底下有的是人 他干嘛找荀玉呢 所以荀玉不可能是因为这件事情跟曹操翻脸 那么荀玉又为什么和曹操闹到了那种地步呢 从义中天先生的分析来看 在荀玉之死的三种说法中 第三种说法极度很好 以荀玉的人品和作风来看 他是不可能做出一些不正当的事情 那么荀玉到底是怎么死的 史书记载的前两种说法 哪一种是真实的呢 广告之后请继续关注 从义中天先生前面的分析看 荀玉之死绝不是因为不肯杀害胡皇后而刺杀 一定是另有隐气 荀玉是曹操阵营中最重要的谋士 曹操一直把荀玉视作自己的张良 而荀玉也确实没有辜负荀操对自己的期望 为荀操出谋划策尽全力 但是后来两人确实闹翻了 荀玉最终忧郁而死 那么荀玉是因为什么和曹操翻脸的呢 曾经是志同道合的两个人 为什么会走到这一地步 我认为是政见分歧 人们都说荀玉是曹操的首席谋士 就像诸葛亮在刘备集团的地位一样 其实呢 这个说法呢是可以讨论一下的 就是关于谋士的这个定义 历史上的那些谋士 一般的说 他们的职业道德就是为他们的主人君主服务 君主要做什么 他来出谋划策 这是一般意义上的谋士 就像现在的律师一样 律师干什么呢 为当事人服务 当事人要打官司 我帮你打赢 这是我做律师的职业道德 至于你这个官司 有理没理我是不管的 所以也有律师替黑社会辩护吗 对吧 也有这样的律师 这就作为律师来说 他作为一种职业来说 也无可指责 要讲清楚 无可指责 谋士 他为他的这个君主出谋划策 不管这个君主做好事做坏事 他都出谋划策 就他职业而言 也无可指责 但是在谋士和律师当中 有一些人 极少数的一些人 他们是有自己的理想 有自己的政治理想 和道德底线的 在刘备那边就是诸葛亮 在曹操这边就是荀裕 他们两个人是高于一般谋士 之上的 有理想的人 我们看循玉当时给曹操提出的三大纲领 奉主上 秉治公 服弘义 这三大纲领强调的是什么呢 强调的都是必须坚守道德和正义 都强调这个 所以循玉的三大纲领 他不是策略 不是谋略 是理想 是纲领 说到底呢 就是要维护汉士 维护大汉王朝 而且循玉对曹操寄予厚望 他认为曹操有这个能力 曹操也有这个理想 因为是曹 董卓之乱的时候是曹操守仓一兵 关东联军的时候只有曹操和孙坚去打董卓 是一个爱国爱民的乱世英雄 循玉的理想呢 就是辅佐这样一位英雄 把国家重新平定下来 让大汉王朝延续下去 这是循玉的理想 但是循玉没有想到人是会变的 随着曹操的功劳越来越大 他的权力也越来越大 随着他的权力越来越大 他的野心也越来越大 到了他决心要封卫公建卫国的时候 政治上极为敏感的群域 马上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他认为这个时候 曹操和皇帝的关系 将发生根本的变化 因为他一旦封了卫公 他就要建立一个独立公国 那么这个独立公国和大汉王朝的关系 将是国与国的关系 他不是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了 他是国与国的关系 曹操和皇帝是公爵和皇帝的关系 当然这里头还有一点微妙的地方 就是这个时候大汉王朝的是宗祖国 这个魏公国呢 是这个宗祖国策封的邦国 但是和郡县与中央的关系大不一样 大不一样 这个搞来搞去搞得不好 它就会发生变化 因为这个时候大汉王朝是个空架子 什么都没有 曹操举手之劳就能把大汉王朝灭了 所以寻遇是不能接受的 在这样种不能接受的情况下 他就面临着自己命运和道路的选择 怎么办 但是无可选择 他怎么选择 他现在发现曹操 不是他能寄予厚望的人了 谁是 刘备是 就算刘备是 他能投奔刘备吗 他这个时候还能投奔刘备吗 不能 那么跟着曹操继续干 越帮助曹操 就是越走向自己愿望的对立面 他越帮曹操就是越跟自己作对 他现在是不能帮曹操 也不能不帮曹操 既不能背叛曹操 又不能不背叛曹操 所以我称之为进退之巨 而且只有死路一条 何况我们可以想象到 寻遇这个时候的内心是非常的痛苦 因为对于像他这样一个有理想的人来说 世界上没有比理想的破灭更让他痛苦的事情 所以不管他是忧郁而死 还是复读自杀 他死前一定是非常的痛苦 甚至我怀疑 就是他自己要自杀的 很可能曹操是送来了这个空的石盒 因为曹操是喜欢做这种事情的 那完全有可能送一个盒子给寻遇打开一看 空的 但空的不等于说你死 也可以理解为别说话 闭上你的嘴巴 只要你不说话 他还是有知的 你可以做多种解释 但是如果寻遇拿到这个时候 他马上是选择死 他就用自己的死来告诉曹操 我绝不能赞成你这样做下去 就是表明这样一个态度 所以我觉得曹操中期一生 最后没有称皇帝 可能还有个原因 就是他忘不掉寻遇那一双忧郁的眼睛 寻遇的在天之灵在看着他 这就是道德的力量 正义的力量 所以我觉得寻遇啊 如果是我们当代人的话 他临死之前也许会对曹操唱一首歌 千万里我追寻着你 可是你却并不在意 他确确实实是千万里在追寻着曹操 他二十多岁就来到曹操身边 一次干到五十岁二十多年 跟着曹操出身入子走过了 坎可曲折的道路 但是到了最后两个人翻脸的时候 那个心也是够狠的 但是寻遇没有办法 对不对 他没有别的选择 他也找不到自己的统治 因为在朝廷内部和朝平外面 主张维护汉士的人都是反曹操的 拥戴曹操的人呢 又差不多都是赞成曹操去封卫公建卫国 甚至后来主张他当皇帝的 属于曹操阵营和曹操关系非常好 又反对曹操这样做的就他一个 所以他下面的那个歌应该也是很正常的 看来我今生注定要独行 热情早已被你耗尽 虽然在梦里 曹操曾经是他的唯一 而此刻寻遇却只能一遍一遍的问自己 你到底好在哪里 好在哪里 他只能一遍遍的问 你到底好在哪里 我为什么要追随你 寻遇当然没有问 寻遇问了 曹操也不会回答 因为曹操和寻遇一样 也是进退两难 而且曹操比寻遇更难 为什么 因为寻遇是一个人 当他的理想破灭以后 他可以选择比方说自杀 他甚至也可以选择归隐 他可以退出 这个政治斗争 而曹操这个时候 已经代表着一个庞大的利益集团 就算他曹操本人想退 其他人也不会答应他退 所以曹操同样是没有退路的 更何况曹操此刻已经走火入魔 鬼迷心窍 把自己的灵魂卖给了魔鬼 这个魔鬼是什么呢 就是不受限制 不受监督 不受制约的最高权力 为了获得和保有这个最高权力 曹操只能硬着头皮在血染的道路上 一条道走到黑 所以寻遇选择了死 曹操选择了杀 他还要继续杀人 包括杀他的亲朋好友 一直杀到血流成河 那么曹操他还要杀谁呢 他又是怎么杀的呢 请看下集 借刀杀人 吕不韦 传奇转换